就是我病了 不节课 知道吗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少尉贵 来了 好 昨天夜闯王严甫的黑衣人 不像是抢钱 像是在翻找什么东西 王严甫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王严一直以来 跟关东武馆 都美军卸长科保持密切往来 没有不斗风的墙吗 你跟王严甫关系也特殊 你也要注意安全啊 咱才刚开始擦油塞 我明白 猴子今天你开始行动 希望他那边能有好消息吧 半天狡猾 新的铸成布 没那么简单找到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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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儿 看茶 来了 王爷 喝茶吧 请 好 王爷 您亲自到府上 有什么事吗 一言难尽哪 心里不痛快 想找人烙着烙着 我们家找上日本人了 那天的事 肯定是日本人干的 何以见得 你想啊 在加莫斯 除了日本人 谁还敢动我们家呀 非我足类 齐心必义 王爷 你下一步想怎么走 我给自己 留了条后路 方便说吗 我偷偷地指示了一支武装 谁 马战山的部下 谢长哥 东北军 王爷 没想到 你还有当年的血性啊 我想靠我们的东山再起 我不甘心哪 可现在我们家 门外有人监视 出路不自由 联系不上他们哪 你想投奔谢长哥 是吗 门外公不测 有这个想法 加莫斯我是带不下去了 是吗 冬长 我求你一件事 都啥时候了 王爷请假 给谢长哥 送点粮 王爷啊 王爷 你不怕我把你给卖了 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 我又肯把女儿交给你们家 你我还不了解呀 你绝不会干出那种 出卖兄弟的事情 好 好 既然王爷 这么信得过我杨家 这件事 我就不推辞了 冬长 谢了 谢谢 童王爷来过了 你和华美的事吧 华美的事咋了 那是大事 关系到我查社报孙子 怎么一说到这个 你又急了呀 那个是吃吃饭 吃饭别动气 他这次来不是问罪 是来求我 往外送粮 送粮是 给谁送啊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东北军谢长哥 王爷暗中 帮助东北军啊 他这后路铺子够远的 他对家里的事情感到绝望 所以急于想找出入 这后路不送 东北军是抗日的部队 给他们送粮 对国家有好处 所以我答应了 你答应就行了 你放心吧 两个事我来送 你送 你怎么送 这事可得小心哪 现在加姆斯的局势 一笔爹有数 这是曲梁的地址 是 广风凉战 聂大声 这是童王爷随身带的玉佩 聂老板 见欲如见人 怎样呢 一定要小心加小心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爹 这您是当我三岁小孩呢 这么多年 我是又当爹又当妈 您又来了 哪还够不够 我再给你贴点 大悦 再给你 这几个饭 好 来 对 怎么办 我说 我先去 你去就把那不了了 盖难俩 我再去 只是今天 盖多了 我去没有去 不要抢 我去上午店 往后 我去打算 我去找你 你去去 连导人 帮我想想除了松茸 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生意 我想啊 这木材呢 现在也不是季节 你们日本人不是讲究养生吗 东北的人参那可是好玩意儿 要是能把这个给拿下的话 那钱还不挣老了 这个主意好 这样还是老规矩 你收货 我销售 这次不亏搭你 五五分成 这 这 这 现在有困难 什么困难 你想要做人身的买勒 你就得往北跑 去年和今年情况可大会一样了 你给我通行证已经不好使了 通行证的事 我来办 这样啊 那 那可能会相对好一点 要不我再辛苦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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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